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顺丰APP上点完催派 14号下午的时候就有一个顺丰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告诉他是演唱会门票 然后他就问我大概多少价格 他说东西找不到可能丢了 他说让我自己去搭顺丰的官方电话 自己去逆赔什么的 然后就去顺丰APP上找客服 14号晚上11点的时候 有顺丰客服给我打电话说 是给我赔门票跟运费的钱 第二天晚上9点多给我打电话就说 只能给我赔9个运费 因为猫眼没有成型价宝 我就打了那个12315的电话 投诉猫眼那边 16号早上我又打了武汉的12315的电话 投诉猫北顺丰的那个公司 是16号下午给我赔 是下周六 猫眼跟我说也不补发 然后也不能准车费 星期入朝 他们就觉得无关事 因为这是快递拢丢的 我当时那几天就是投诉打电话什么的 那个 我酒店跟那个什么车票都订好了 然后跟朋友也约好了 我感觉就是猫眼 他们不提供价格 好像就是有一种漏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呢